歡迎收聽小花條空丟 我們今天是 大家 怎樣 歡迎大家參加我們的派對 歡迎大家參加我們的派對 耶 我發現有HAPPY加入以後 有一個非常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就是 他會一直不斷的督促我要錄Podcast 就是比如說現在每天回家 他就會說爸爸要不要錄Podcast 爸爸要不要錄Podcast 我想要錄Podcast 然後因為今天是禮拜天 然後我們這整個禮拜呢 我們就是因為王思文生日 所以變成我們 就有計畫帶HAPPY 然後去高雄三天兩夜 我們去瘦山動物園去看黃色小鴨 所以在這幾天呢 只要有回到家 HAPPY就會一直不斷的跟我講 就是他想錄Podcast這件事情 那拖了這麼久 終於在今天禮拜天呢 剛剛我本來有點偷懶 我想說我肚子好餓 我想要煮火鍋了 他就說爸爸 我們是不是要錄個Podcast 我想說喔好啦 反正都已經答應那麼久了 所以呢 今天就把它拉下來 因為HAPPY有一個很重要的故事 要跟大家分享是不是 對對對來 你來一下 你跟大家講一下 你要什麼 什麼重要的故事 要跟大家分享 你說這個 光屁屁怪獸跟劍龍的故事 喔喔喔喔喔 因為 這一隻叫做光屁屁怪獸 它是那個 蠟筆小心裡面的 那其實 我不知道這一隻角色是什麼時候有的 因為我真的很久沒看 我小時候 國中的時候有看過 然後 後來我想說 喔這個蠟筆小心的 就是一個屁股 所以呢 他非常喜歡這隻怪獸 然後他說他想要分享一個 光屁屁怪獸的故事 來開始吧 來這邊講 近一點講 來麥克風這邊講 快點 你要跟大家講什麼 光屁屁怪獸的故事 來 開始講 以前光屁屁怪獸在這裡 然後劍龍也在這裡 他們兩個要對戰 但是啊 劍龍有隻 母魔刀 就把 光屁屁怪獸用到 然後啊 那隻魔刀 還會自己 把它 射到很遠的地方 講完了嗎 講完了 好 非常非常的精彩喔 就是 今天也要感謝我們 HAPPY導演 跟我們分享他臨時 創作的一個 極短片的小劇本 非常的棒 然後你們有發現就是我的 後面這一個 背景 從水族箱現在換到什麼 換到了威尼斯 威尼斯的河景 其實蠻酷的 就是我最近 我前幾天有做了一個 那個 還有海底世界的 就是之後我們 會不定時的換一些背景 就是讓大家呢 呃 雖然是 如果是Podcast的聽眾 可能會覺得 嗯? 沒什麼感覺 但是如果你是有在看我們 YouTube的朋友呢 因為我Podcast現在已經有 影像化了 所以呢 如果你是 有追Podcast 但是沒有追我YouTube的朋友呢 你可以去YouTube上看 就是 海對結束 海對結束 海對結束了 耶 就三分鐘耶 那我 我上一次 我上一次呢 有在我的 IG上呢 就是有跟 爸爸 這個會發光 對我們就是要發光 為什麼 我們現在在錄影 如果你把燈關掉 人家就看不到了 OK 我上次有在我IG上呢 有發了一個帖 然後就是詢問大家說 就是什麼時候 你從什麼時候 然後開始認識我的 那這個部分呢 我會再特別拍一集 因為我發現內容太多了 然後多到呢 嗯 甚至我覺得可能要拍上下集 因為其實有很多的部分 我的 不管是Podcast的聽眾朋友 或者是YouTube 或者是現在IG的新朋友 其實會有很多 嗯怎樣 很多朋友會 你看你的機器人 會很好奇說 林發條這個人是誰 謝謝你的弟弟 喔呦 你給他帶我的 那個 他給我帶他的棒球 然後R2D2帶個棒球帽 好酷喔 謝謝你 謝謝你幫我 然後呢 就其實很多大部分都是新朋友 但我也有一些老朋友 就是可能在20年前就認識我的 因為我在網路上 網路上出道呢 應該也有 真的有超過20年了 因為我19歲20歲開始在網路上寫日記 那時候就叫發條了 所以那個時候開始到現在 所以會有很多的 我收到很多觀眾的來信 然後呢 就是很多會講到愛情國小啊 講到以前 然後甚至大部分都是從無名時代 然後到現在後續可能有一些新朋友 是從三寶開始認識我的 然後也有可能是 可能後續我有一些短影片 或者是一些影片 然後被人家分享 然後來加我的 來追蹤我的 就會 有一些新朋友 有一些舊朋友 那我到時候 我會整理一集 甚至兩集 因為真的很多 那個內容真的多到爆炸 就是呢 會分享 我應該會一驚到底啦 因為如果你們有在聽我Podcast 其實我Podcast 沒有在做任何剪接 我都是一口氣 直接錄到完 也不會中間有什麼 trouble 就把它剪掉 或者是發生了什麼 什麼失誤啊 比較少 所以呢 對我來講就是一個 很直接的方式 那我想要用這個直接的方式呢 跟大家分享就是 粉絲給我的來信 不管是好的壞的 我都是一口氣全部這樣 也會分享到畫面 在我們的Youtube 到時候我會做分割 就是這一邊呢 可能就是放那個 手機螢幕的錄影 你們就可以直接看到粉絲的 內容是什麼 那我們就可以一起分享 就是也順便跟一些老朋友 新朋友呢 分享一下就是說 欸你們聽到的這一個 08條 為什麼號稱自己 號稱是玉井金城武 號稱是國際王帥 號稱是什麼之類的 這個部分呢 當然大部分都是因為 個人自稱啊 哈哈 不過既然在江湖混那麼久呢 多多少少還是會有一點點的故事 所以想說就是到時候 會特別錄一集 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關於我這一個人的故事 齁就是這個部分 還不是是關於我這個人的故事啦 那你有什麼故事 你剛剛講了一個 光屁屁怪獸的故事了 你還有什麼故事要講嗎 就是 光屁屁怪獸還有劍龍的故事 哦 然後他們最後打到後來怎麼樣了 後來 光屁屁怪獸就被擊敗了 哦 故事就結束了 哦 好 呵呵 啊所以今天這一集其實主要還是 應付小孩的部分比較多 因為你說我要在錄那個 現在開始講 就是太麻煩 因為旁邊有一個 有一個豬隊友 然後熊還是 你這樣你要睡 설디오我這裡嗎 沒有啊 你要睡這裡嗎 有夠爛的你看 超爛的 那我這邊喔 其實我訂的一個 那個合適的沙發椅還沒來 那我現在就是暫時先做 我那個棉豆腐的凹豆皮 因為前幾天我朋友來住我家 然後我們就是 我房間給他們睡 就是俊家叔叔啦 俊家叔叔啦 對然後 喔 提到了喔 就是今天這一集就是先這樣 那我這幾天我會再整理一個時間 好好的來錄一下 就是之前你們在IG上幫我寫的一些內容的部分 再跟你們分享 那先這樣 今天這一集就短短的 那主要呢 好啦最後給你們 真的給你們介紹一下我們那個 這個 威尼斯 這個故事還沒結束 這是威尼斯的河景 非常非常漂亮 今天故事還沒結束喔 然後 喔 超美的啦 跟真的一樣 我還故意設計了窗戶 喔 那個Podcast的朋友 這一段可能你們看不到 好啦 那最後呢 我們下一集見 拜拜